如果你在马路上看到一辆车是越T000000 你的第一反应肯定这不是假车牌 就是哪个达光贵人的车牌 其实这并不是假车牌 也不是哪个达光贵人的车牌 在广州就有一辆低调的吉利车挂着这么高调的车牌 听说这个车牌估值300万 可以买多少辆吉利了呢 那这又是谁的车呢 又是怎么会有这样的车牌出现呢 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今日广州日报称 发现中山有辆吉利汽车悬挂五个零的车牌 在路面上行驶 这车牌明显比车辆要霸气 但是不知道该车牌是不是真牌 随后有关人士向中山交警部门求证去发现 越T520确实存在 车牌号码为车主通过自编的图形获得 中山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说 自6月26日 全省同步启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 实行新的规则后 市民如果用自编自选的方式来选取车牌 那么吉祥号码的三个重复数将会非常容易选中 所以说这个吉利车也就是一个普通市民的车 而这样的车牌新规确实也给很多市民带来了方便 在网上有时候估价30万 有时候估价300万 不过不管估值多少万 总之这种福利现在并不是哪个高官贵人的特权了 老百姓也能选出这样的新意好吗 车友们激动吗